它是典型的恋爱脑 满脑子都是谈恋爱的标准 谈恋爱的事情 谈恋爱的价值观 所有的都是细节 满满都是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它第一个叫过度幸福 就是一点小小的细节 比如说自己一个发圈 套那个男生手腕上 他又特别幸福 是吧 你看他马上笑了 这叫过度幸福 就一个发圈嘛 你有什么可幸福的 是吧 还有一个叫过度敏感 就是他一个眼神 可能往别的人身上一瞟 他又不行了 他觉得你不爱我了 前一分钟还是爱得死去 活来后一分钟就是不爱我了 都是过度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过度的幸福 过度的敏感呢 其实它是有原理的 因为谈恋爱的过程中 它会分泌多巴胺 你一直沉浸在恋爱当中 过多的多巴胺 会让你进入一种 比较警觉和过度感知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状况之中 就会出现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满脑子都是他 满脑子的故事 他的一个眼神 你就是一个故事 他一个眼神就是你一个故事 但是姑娘我跟你说 这不是一个正常态的一个状态 对于爱的感觉 和对于爱的需求 是不能过度的 很多年轻人 尤其学生 很容易陷入这种过度的 对爱的索求当中 这是不对的 你过度让自己兴奋了 透支了将来的生活 透支了你们将来的浪漫 你们所有的 可能这一生的浪漫 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 一下子宣泄一空 那么将来怎么办 所以度不能过 我不是说你们现在 就要想到未来的生活 到底有多少 但是你们要节制 要爱的有理有节 有分寸 这样的话 才可以爱的更长一点 现在你一下子挥霍完了 你们的爱 很快很快就会结束 可能一个异地恋 可能一个父母反对 马上就持续不下去了 因为你们挥霍一空了 所以有节制的去爱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大家